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Ada 五國大樓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 伊利·拉特納表示 美國正在同盟友 建立阻礙中共入侵的能力和韌性 美國亦正加強威懾 確保令北京不會輕易攻打台灣 拉特納不認為未來十年 中共會試圖入侵台灣 因為付出的代價太高 據美國之音報導 提到 拉特納3月2日 在克德遜研究所 有關美國 如何建立印太地區人性的討論指出 中共軍隊變得更願意冒險 更願意使用它的軍事手段 這是早前大家未曾見過的情況 也令印太地區的安全環境 變得更具挑戰性 拉特納提到 近期大家看到很多中共軍隊的不安全 和危險活動 尤其是在空中的領域 美國只及在國際空域 依據國際發蟲事合法活動的盟友和夥伴 都被中共軍方的飛機 以破壞穩定和有潛在危險性的方式接近 包括對澳洲 對在執行聯合國對北韓缺議案的加拿大飛機的騷擾和難節 甚至與美國一架軍機 在不足20英尺的距離飛行 拉特納指出 這也是非常危險的行為 他說這些情況 都不是個別事件 而是一個行為模式 也破壞穩定和中共軍隊 在地區進行的脅迫和惡意的行為一樣 不過即使中共軍隊的危險行為 對美國和地區盟友帶來挑戰 但是拉特納說 他並不認為中共軍方有意挑起衝突 而是自在脅迫和霸凌 因此美國的回應也很明確 這就是美國不會被脅迫和霸凌 我們針對那些行為 在私底下和公開場合 對中共說的完全一樣 第一 我們不會被迫 也不會被霸凌 如果這是中共的意圖的話 第二 我們會持續在國際法允許的地方 飛行、航行、同行動 拉特納說 拜登政府上任後 推出的國家安全戰略 國防戰略 以及中國軍力報告等幾個文件中 對明確顯示了 中共意圖顛覆的有國際秩序 這將會與美國的利益直接對抗 因此美國的目標 是要能夠提升自己的能力 亦與盟友夥伴共同合作 確保那種脅迫和侵略行為 不會成功 拉特納說 美國正在做的就是建立壓制 也就是威懾 令北京領導人 每天睡醒都認為 今天不是時候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近期密集出訪印太地區 和盟友夥伴 舉行會談 在能力、形勢、合作能力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拉特納將它形容是 美國與印太地區盟友與夥伴關係突破的一年 奧斯丁2月初訪問菲律賓的時候達成協議 令菲律賓向美軍增加開放四個軍事基地 令美國能夠在菲律賓的九個基地 部署軍事裝備和建設設施 這30年來 美國首次將在菲律賓擁有這麼龐大的軍事部署 在中共對台灣的入侵威脅越來越大之際 美非協議意義更大 菲律賓之所以這麼重要 是因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五個條約盟國 包括澳洲、南韓、日本、菲律賓和泰國之中 菲律賓距離台灣最近 他最北端的呂宋島 距離台灣只是200公里 正是因為這樣 美國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思表示 在兩岸緊張局勢方面 我們處於最前線 在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方面 拜登政府批准向台灣 均售一筆高達6億1900萬美元的F-16戰機配備 北京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科比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美國在法律和道德層面 都要確保台灣有他們所需要的足夠自衛能力 中共3月5日公布 2022年的軍費預算是人民幣15,537億 年增長7.2% 是近五年來的第二高位 在台海問題升溫 地域衝突加劇 國際形勢動盪的背景下 近年來 中共軍費預算不斷提升 引發關注 專家認為 中共軍費持續提升 來配合擴張 對世界造成威脅 有前中共軍官就認為 中共這一個軍費數字並不是全部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 中共2022年的軍費開支 占缺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7% 而在全球承擔各種安全義務的美國軍費預算 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5% 台灣研究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 蘇紫雲3月5日向本臺表示 受到這幾年疫情風控影響 中國經濟增長銳減 今次的兩會最大的問題是要解決經濟上的挑戰 因為這樣會衝擊到中共統治的穩固 前中共海軍宗教搖成 3月5日向本臺指出 看中共的軍隊經費投入 不僅要看它提高國防經費的官方數字 中共的軍費分兩種 一部分是正常的國防開支 而另一部分主要是用於武器裝備的發展 是不列入國防軍費的 不會在人大上通過的 一部分是暗中進行 所以說增加國防軍費 中共這個數字你沒辦法相信的 它和西方國家不一樣 姚誠認為中共現在經濟不行 它是打腫面旁充半子 將老年人的醫療、保險和養老的經費都扣除 它沒有錢但是要撐 中共給非洲國家多少錢 實際上就是假裝的 中共持續多年提高軍事現代化 引起美日等國家的關注 特別是中共軍方對台灣的軍事恐嚇 更加令周邊國家感到擔心 美國國防部在聯盜中共軍力報告中 一再指出 中共軍事現代化的一個主要目的 就是為了武力統一台灣 以及阻止其他國家對台灣的緊急支援 另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超過一年 美國同盟友一直擔心 北京利用強大的軍備和彈藥生產能力 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一再警告說 北京正在考慮 向俄羅斯提供殺傷性的軍事援助 而北京就否認 蘇紫雲認為 中共威脅已經令各國更加警惕 現在各國對中共軍事擴張 已經形成更積極的圍堵形勢 中共全國人大發言人王超 4月3日在北京聲稱 中共國防預算的增長 比較適度合理的 既是應付複雜安全挑戰的需要 也都是履行大國責任的需要 姚誠就表示 據他所知 現在中共軍隊人心散緩 表面上要做樣 實際上大家都是幫自己找退路 上述節目內容 是取材至本台記者 令海忠、諾雅 以及綜合本台的其他報道 電視機器 對於陰堂生肯定的 通常都不會有 就說不得了 對於陰堂生肯定的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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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